师父当年用四个字就带我走出了三年的咒读焦虑 他说当你处境不好的时候 别人问起你的状况 你只需要回答四个字就可以了 多一个字你都不要说 你不要去说你的原因 也不要说你的状况 你每天这么不断地重复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变好 睡眠会变好 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这四个字就是一切都好 为什么这四个字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呢 我跟你说三点原因 最后一点呢 最要命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 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呢 都是我们自己吸引而来的 当你去与别人谈论自己不好的时候 无论是身体睡眠还是情绪 实际上呢 你都是在向别人发出负面的信号 你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就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其次 当你去向别人诉苦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在博取别人的同情 你需要别人的关怀 那么你会在潜意识里面 让自己变得虚弱 最后一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你经常与别人谈论自己的不好 你实际上呢 就是在给自己贴一个标签 久而久之 假的就会变成真的 所以当别人问起你的处境的时候 你只需要回答四个字 一切都好 睡眠很好 胃口很好 身体也很好 相信我 你每一天都这样不断去重复的时候 你内心的苦惧会越来越少 你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好